这首席 没想到 这收拾得还挺整齐的啊 倒收拾挺干净啊 是啊 耳朵 您好 叶书薇的父亲 很高兴见到你 叔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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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识你很高兴 我是书薇的妈妈 阿姨好 卫尔冬 你 爸 妈 您不是下午的飞机吗 怎么回去休息啊 刚到 你妈说啊 把这特产带过来 厦门 特产是红酒啊 坐这边 妈 那个 你房间的衣服 掉下来了 那个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 我房间的衣服掉下来了 我回去收拾一下 没事 你去忙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儿子 来 给你们倒杯水 儿子 你这儿一点变化都没有 会不会厌烦啊 不会 我们那边你爸找了新的室内设计师 方案早就定了 已经开始装修了 好 那你们住我这儿吧 我来安排 好 明天去郊区 你苏伯伯家小聚一下 不妨你了 叔叔阿姨 你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吧 你们慢慢聊啊 我先回去休息了 二度 没什么事 坐下来一块儿聊吧 我们也很少来叔威这儿的 是啊 我们很久没和小朋友聊天了 而且我们都不知道你们 最近谈什么话题啊 来 过来坐 说没有 颜色没有 那坐下吧 好 说真的 可能得有十年 没人交过我小朋友了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最新的年龄评判标准里 算是未成年了 网络最新标准 二十多岁 在零零后的眼中 已经是阿姨了 我看您挺年轻啊 六十岁 在最新世界评判标准里 应该是 中年晚期 还没有哺乳晚年 那八十多岁呢 那八十多岁 那肯定就是爷爷奶奶了 要这么说的话 那按最新的世界年龄 评判标准的话 您现在已经是爷爷了 而我还是阿姨呢 您 八十岁了 准确一点说 我刚过完八十六岁生日 阿东 我爸妈相差三十六岁 小概率时间 这孩子随我 一掌毒舌嘴 阿东 别理他 叔叔 以后啊 您吃什么我吃什么 您喝什么我喝什么 您做什么我做什么 从今往后 我就拜您为师 然后 我也学习一下您的养生方法 活成一个大神 好 阿东 阿东 您到你房间参观一下 当然可以啊 走 好 好 好